因为我出国学习二十多天 然后结果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还通了电话 到晚上我一直打不通电话 两个人电话全部都关机 打到半夜两点的时候电话打通了 打的还是家里的坐机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大半夜你说孤男寡女能干什么 你们就都在骗我 我就跟进一个骗局 视频中一脸怒气的女人名叫小冉 她与男友小伟恋爱已将近有半年的时间 而促使他们在一起的关键人物就是男友的表姐 感激之余 小冉也非常尊重这个表姐 但凭借女人的第六感 她觉得男友和表姐的行为实在过于亲密 果不其然小冉很快就发现两人私会的证据 而小冉对于这一切实在无法接受 伤心之余她向男友小伟提出分手 但小伟却深情款款地跑到节目组挽留她 一上台小伟就忙不迭地诉说着内心的想法 为什么带支箱子来 这个是我在最后环节给她准备的礼物 希望她能带着箱子一同出来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最多是有原因 对于男友小伟的真情表白 小冉却不再愿意相信的 直言男友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这时主持人问起了二人是如何相识的 回想起两人相识的时候 小冉坦言自己是经过男友小姨介绍才认识了男友 可是在两人见面的那天 男友竟然带着一个女孩来了 后来小冉从男友口中得知 那个女孩是她表姐 前来是为表弟参谋把关的 可是她到后来才意外得知 所谓的表姐竟是男友的前女友 这时小冉感到十分生气 觉得男友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可对于这件事 小伟似乎也有一肚子话要说 那么小伟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我小姨在这之前就给我介绍过很多对象 但是对方不是奇葩就是看不上我的 那你就别去呗 那我如果早知道是你的话 我赴汤导火我都要去找你啊 因为我当时就第一眼我就给看上她了 当天我小姨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相亲 我本来不想去 但是当时就和我这个 我其实是我前女友 但是后面她才发现的 然后就带着我这个前女友 我前女友也鼓励我 然后就让我去 就逼着让我去 最后我带着她就去了 但是本来没想做一桌 但是可是后来呢 我这个饭店呢人也多 小伟真诚地说道 自己对女友小冉是一见钟情 本来自己并不想去相亲 但是前女友一直劝说自己 于是两人便一起去了 原以为女友小冉和前任 根本不会有接触的机会 可没想到天不遂人愿 三个人偏偏坐到了一张桌子上 面对当时如此尴尬的局面 小伟指的对女友谎称前任是自己的表姐 可听到男友的话 小冉十分生气地质问她 为什么相亲结束后不告诉自己呢 而这也就罢了 男友竟然连表白 也让前女友为自己出谋划策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在确认令人下关系啊 道理是表姐还是前女友 前女友 表姐前女友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欺骗她是我的表姐 好吧那我们先用这个表姐来引述一下 大家听的可能会清楚 她跟你表白的时候带着表姐去的 对 是她表姐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打了电话叫我去游乐场 当时我去了我男朋友整个把旋转步马 全部给我包下 挂满彩灯还有气球 我当时觉得挺幸福的 我就答应了她的表白 她表白的时候表姐也去了 对 原来小冉自从和男友互相有好感之后 慢慢的和男友表姐的关系 也渐渐好了起来 那天本以为是表姐约自己出去玩 却没想到 竟是男友安排了浪漫的告白仪式 看着眼前如梦似幻的场景 小冉非常感动 很快便答应了男友 令她意外的却是 这一切竟都是所谓的表姐出的主意 可面对女友小冉的指责 小伟解释道 也为自己想给女友准备惊喜 刚好表姐也有游乐园的关系 这才会拜托她替自己安排这件事 男友小蕾的话音刚落 小冉就迫不及待的质问她 既然第一次第二次男友都有自己的苦衷 可是后来为什么一直都在隐瞒自己呢 随后便提到了自己出国时发生的事 因为我出国学习二十多天 然后结果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还通了电话 到晚上我一直打不通电话 两个人电话全部都关机 打到半夜两点的时候电话打通了 打的还是家里的座级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大半夜你说孤男寡女能干什么 小冉的一番话 令全场观众都忍不住震惊了起来 男友和前任竟然趁着她出国的时候 大半夜的在家里自会 男友当初还骗自己说前女友是表姐 可当自己得知事实真相之后 不免觉得他们两人竟如此恶心 男友小伟和前女友大半夜还在一起 会做什么事想必就不言而喻了吧 那么对于这件事 小伟又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难道说她真的和前女友有不正当关系吗 当时呢是因为我跟朋友出去喝了点酒 就溜达到那个我这个前女友的 就那一个店吗 其他店不能去吗 到了他这个伦领店进去呢 正好就是他们有个同行过来找茬 然后正好有家男朋友撑腰 就一直快动手打起来 人是男朋友 那你呢 你是我男朋友 他就不是我前女友 如果他就只是我一个单纯的朋友 那我肯定也得帮着人家 那你们就得半夜在一起 待到深更半夜吗 那不是都跟你说 当时不是就因为打架了吗 打架去了下医院 这个事情我替他出头 他觉得就是对不住我了 所以回家照顾了我一下 据小伟所说 他当时正好路过前任的饮品店 而恰巧碰上有人到店里找茬 看到那么多人欺负一个女生 甚至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再加上自己当时喝了酒胆气壮 他便主动上前出手和对方打了一架 可没想到竟因此挂了财 而前女友觉得因为这件事非常愧对的 便一起回家照顾了一下自己 可是女友小冉不谨不心疼的 反而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小伟表示 其实不管对方是不是自己的前女友 就算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看到别人被欺负 她也会第一时间就义不容辞地上前搭救 说到这里主持人好奇起来 小伟和前女友当初是因为什么而分开 原来两人曾经谈过一年的恋爱 但是后来因为家里的不同意 他们便好聚好散和平分手了 说到这里 小伟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态度 表示自己现在只喜欢女友小冉 对前女友已经毫无任何感情了 可是小冉却不愿意再相信男友的话 坚决要跟男友分手 可是男友却对自己纠缠不清 这时为了更好地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主持人把小伟的表姐也请到了台上 有请表姐 你来干啥 你还好意思来吗 我一直把你当姐妹 你把我当什么 你们一直都在骗我 我今天来就是跟姐似的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 别跟我解释 从第一次相亲第二次表白 你所有人都在骗我 相亲表白 我也是为了她好 毕竟她也是老大不小了 然后家人给她介绍 那么替她操心 我也是替她挺着急的 她挺好一个男孩 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女孩 跟她一起生活 那你就跟她一起生活呗 你们天天那么腻呗 我喜欢的是你 我和她说我什么 刚一上台 小伟的表姐小刘 就和小冉争执了起来 小冉生气的说道 自己曾经真心实意的 把小刘当做好朋友 却没想到 小刘竟然一直伙同男友 小伟欺瞒自己 可小刘却表现得十分大度 表示自己之所以会那样做 也全都是为了弟弟小伟好 听到这时 主持人不禁好奇起来 两人是怎么被发现的 其实长度挺好的 怎么被人发现的呢 您这话说的 我们根本不是藏 因为之前我们相处的时候 其实都 状态都挺好 但是就是因为她家人不同意 不同意 那我也比较 比她大几岁 也比较 可能要比她成熟一点 有什么事我能想通 我说既然 不能因为这件事 让大人们跟她操心不合适 然后大人不同意 然后我也就放开了 我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做点小买卖 然后我对人 对朋友都是很仗义的 那你天天天那么多男孩 你找个对象 你天天腻歪 跟她干嘛 我来是解释的 不是要跟你吵架的 你现在有点无力取闹了 我怎么无力取闹 看到所谓的表姐诉说着 和男友小伟的过往 小冉愤怒的气不打一出来 忍不住和她再次争吵了起来 斥责表姐小刘 一直缠着自己的男朋友 可小刘却对此反驳道 说自己此行是来解决问题的 并不是想专程和小冉吵架 但小冉却明显更加生气 接着便提到了 上次男友母亲生病的事 他妈住院 然后正好赶上我出差三天 我男朋友就叫他去照顾 我男朋友家妈 然后回去我去了医院 他慌慌张张 反正就一脸惊慌 他就走掉 我不知道说是为什么 那不叫慌慌张张 你是他女朋友 你来了 我当然要 走给你腾开位置 你们是因为他妈也知道事情 你们就都在骗我 我就跟进了个骗局一样 什么事情 就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是清清白白 如果要怎么样 三年前就不用等到现在 清清白白你早告我呀 早告你 但是你当我女朋友的时候 他母亲生病住院的时候 你在哪 生病住院 你作为女朋友 你在哪 我不是没有办法吗 你想到这件事 小冉非常气愤 虽然说男友母亲生病住院 自己理应去探望 但是那时自己正好去外地出差 没想到男友竟然让前女友钱去照顾 当时小冉还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可是等小冉结束了工作去医院的时候 表姐小刘竟然慌慌张张的走掉了 这次如果说两人没有点什么 小冉是说什么也不肯相信了 但小刘只是无力地解释道 她这是在给小冉让位置 随后反而倒打一盘 开始指责起了小冉只顾工作 就连男友和母亲最需要关照的时候 作为女朋友的她 都不在男友和家人的身边 看到场上的战况愈演愈烈 主持人赶忙劝说了起来 冷静冷静 她怎么发现你的 就是你不是表姐 所以你知道我怎么发现她们的吗 我出差一回来 我叫她来一起去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 为什么你叫她吃饭不就得了 为什么你非叫她呢 我当时跟表姐关系特好 对我根本不知道 我叫她来一起去吃饭 当时我手机没电 我就拿我男朋友手机在那玩 当时我们因为出去玩 我就拍个张我们三个人吃饭照片 我就发我男朋友朋友圈 发朋友圈以后 下面他兄弟就开始评论 什么左拥右抱 坐享其人之福 这啥跟啥嘛 就我就把电话打过去 我打过去以后才知道 这根本就是他前女友 听到主持人的问题 小冉立马接过话查说道 原本自己和表姐小刘关系特别好 干什么都拉着她一起去 有一次他们三个人一起吃饭 碰巧自己手机没电了 就用男友小伟的手机 发了条朋友圈 没想到却意外得知表姐 竟是前女友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让自己原本美好的心情变得一下子非常糟糕 从那之后 小冉才得知 原来自己情同姐妹的好闺蜜小刘 竟然是男友余情未了的前女友 这让她下定决心不管如何也要和男友分手 说到这里主持人问了表姐小刘几个问题 我能问表姐几个问题 资料上面小伟是26 大三岁 她说你现在没男朋友呢 没有 咋不找一个呢 没有合适的 我也比较着急 她就喜欢她 但是没有合适的 还喜欢 不是 只是现在把她当弟弟 毕竟比我小 我们平时也不是太多交集 就是有事的时候会打个电话 你觉得她在谈恋爱 你这么做觉得合适 我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因为我的心态就是很正常的心态 假设有一天她又单身了 你还有可能吗 跟她不可能 我就是想跟她解释清楚 如果人家特别介意你的出现的话 从此之后你能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吗 如果我彻底消失的话 好像我觉得我有什么了 此地无垠三百两了 我确实没有 有没有我就要分手 我不跟你在一起 我不想让她缠着我 不不不不 这跟你没关系 我跟这姑娘说的 表姐 人一辈子受冤枉的时候 受委屈的时候很多 我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就是为了她俩能幸福的在一起 如果她特别介意的情况下 我可以 为了我这个弟弟 我怎么仗义都可以 好好好 不再联系 做得到吗 做得到 刚开始面对主持人的问题 小刘并不想和小伟断绝联系 反而强调如果自己消失了 好像确实证明他们之间有关系 自己并不想承受这样的冤屈 虽然小刘表现的很是大度得体 但她的言语之间 却尽是演示伪装之一 不过好在经过主持人的劝解疏导 小刘表示 如果她的退出能够让他们两人和好的话 自己也并非不愿意再出现在小伟的生活中 故事发展到这里 一旁的嘉宾老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你和你表姐之间 我不相信只是友谊 你可以说你只是友谊 只是亲情 但是你不能保证她也是 刚才赵莎问她问题 她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出了 她有留恋 她又不舍 要不然她不会这么多时间了 29岁了 还不找新人 人不能完全从感情抽离出来 很难全心投入到新的感情里面 你表姐做不到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失去过她 而你真是你哥们说的那个 享受其人之福 你的确是在享受着 你享受着新女友带给你的新婚 而这旧爱你也没放手 除去善意的谎言之外 如果要辨别两个人之间的亲密程度 无非是看他们之间相守的秘密有多大 而显然在你们三人当中 他们俩掌守着他们过往爱情的秘密 而你却不知道 显然你是个外人 所以根据以上的分析 我认为男生对前女友的爱 以及对女的爱 都是假象 这个假象不是说他故意的哄骗 而是他不成熟 老师们的话句句在里 小伟明显是放下了曾经的感情 但所谓的表姐却没有死心 反而一直以亲情的幌子为借口 留在她的身边 而小伟也并没有和前女友划清界限 不仅是因为她的不成熟 更是因为她也在享受心欢就爱的感觉 在这段感情中 最受伤害的自始至终都是小冉 那么不知道在听完老师们的话之后 小伟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小冉又会不会选择留在男友身边呢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希望你能够接受 并带着她一块出来 我是真心爱你的 除了这件事 别的事 我都特别向你坦然 希望你能够接受我 请开门 故事的最后 小冉穿着男友精心准备的婚纱走出了密室 看来小伟真挚诚恳的话语 打动了小冉的心 希望他们在未来可以坚持走下去 一起共同经营好两人的婚姻 也祝愿前女友可以放下旧日的感情 早日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屏幕前的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